好,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了 继续和大家来说 来到11月6日,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的系列叫做爆篮场合,买铁三角 和大家买回三个马匹 至于我们买到的场合,就是这场的第二场 这场第二场是我们的四班草地私家三篮,1200米的赛事 在这场马上,也是特意选择来买的 因为看到潘顿的5号包装高盛 这只包装高盛,是包装系列的马 包装系列的马,其实都是吸飞的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包装系列的马,多数一出就是做热门 我相信这次5号的包装高盛也不例外 因为它也是搭潘顿的 潘顿骗得上去,也是热门的 而且这只包装系列 包装系列的马,很多只 之前很多只,但潘顿也是九成做大热门的 这次我相信真的不例外的 这只马很大机会都是大热的 因为这一匹马,其实那些操练,试集 全部都做得挺好的 你看看这只包装高盛,其实都是操练才出来的 操练了几个月的,还要上重化操 试集了几货集,这只马 试集都是说第一,试得相当之好 潘顿也试过坐上去,跟他试过货集 10月25号的时候,这只马都很轻松 最后冲上来跑到第四 试集都好的,这只马,操练有做足的 所以我相信未来这一场马都很多人买下去的 这些马,真的很大机会成为大热的 初出新马,这些包装系列 但是,未来这一场马,这些马做大热就对了 我们不会买下去的 第一只就飞了这些包装系列的包装高盛 为什么会飞它呢?原因就是因为真的看回数据 发现得到,其实包装系列的新马 经常性初出都做热门,都做大热 而且经常性用潘顿剧 但是,往往的成绩都不算太好的 初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 是说真的赢得到马的 唱就唱得好痕 每次都说包装系列的新马 怎么厉害,怎么贵,怎么贵,怎么贵 又千几二千万这样的 但是,很多时候,他初出 都不太行 所以,今次看到这些级飞马再出 就选择这一场来买 飞毁了它,反而就是 选择他同场的其他马 其他的烂马来捕一捕 试一试,飞走这些大热门 买同场的其他烂马,行不行 至于,今次我们第一个会选到的马匹 是哪一种呢 第一个会选到的,想试一试 这种佐治勇区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种佐治勇区呢 我们先来看看佐治勇区的赛职 这种佐治勇区 其实都跑了三季 三季里面,他的成绩都不算太好 还没赢过 甚至说最近,考了一场 沙田1200米的四分赛事 都跑得差点 跑过第九回来的 最近跑得这么差 但是为什么我们将来这一场都会买他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种佐治勇区 其实上将跑第九,上将输了 都是说有原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种佐治勇区上场 到底为什么会输 一起来看看 佐治勇区就是这里的 八三季,二号马匹 我们看回这一只马上场 为什么会输 为什么会下跑第九回来的 其实在头段时间 你看到这一只佐治勇区 都很积极地抢 一开始,希威森 都是说不断比的了 因为我相信 其实这一匹马 希威森和练马斯赛前 都是说商讨过 这一只马今场是说 要摆钱来走的 因为事实上 今场马 快马不算太多 而且 要快要抢的马 其实都是一些外档的马 你会看到 要快要抢的马 是一些外档的马 档位都是说 被这一只佐治勇区差劣的 所以我相信 他的赛前策略 就是说 将这一只马 放在前面来走 因为这一只马 其实 他是说摆钱来走 是曾经 试过 是说跑得好的 所以 今场马 他赛前的策略 我相信就是摆钱的了 摆钱其实没问题的 正常来说 你这一场马 都是要摆钱的 因为快马 本来是不多的 但是无奈地 这么巧 这一场马 里面那两只马 就是说 不断在那 顶着 这一只佐治勇区 里面 无故多了 两只马 就是说 顶着这只佐治勇区 搞到这只佐治勇区 一直都埋不到 要走在那三碟 来跑 走在那三碟 就糟糕了 虧了 所以 其实 头段时间 你会看到 稀威心是不断 不断 比多几步 令到这只马 就是说 可以跑在那二碟 所以 其实这只马 头段是用了很多下的 就是因为 内篮里面 有两只马 不断在那里 搞到这只马 不能够 真的 抢到钱 来跑 所以 我觉得 最主要原因 就是 因为这只马 头段 用多了 因为 里面 两只马 搞到他 一开始 要不断 抢 用多了 最後就是说 弗力回来 跑回第九 这样才输了 其实我觉得 上一场 这只马 上一场纯粹是说 输的形勢 真的 输得很不看的 事实上 这只阻振用区 其实我觉得 他不是说没有实力的 他不是说 一只 四班都跑不够的 马匹来的 真的不是的 因为这只马 你看看他以前的成绩 这只马 其实曾经 试过在六月五号 跑这个沙田草 那些千叶位 三班赛事 凭着六瓦一分 都能够跑到第二 回来的 他是说 在三班 都能够跑到第二 还要当时 他对着年年有型 梦巴黎 这些马 这些马 其实不差 你看到 这只年年有型 最近那几场 全部都能够跑得好的 最近五场 全部都能够 入得到 头四名 还要是说 一边两个第二 一个第三 一个第四 成绩很好 一只三班跑得很好的 但是 佐治勇区曾经都赢过他 所以这只佐治勇区 绝对不差 佐治勇区绝对是一只 在三班都能够跑得好的 马来的 跑三班 沙田千叶都 成功的马匹 现在目前来说 他平分平到58 就是说 比他61分 再低多了3分 是吧 低3分 降班降落去 四班跑 其实我觉得这只马 绝对是有威胁的 所以真的 不要被他最近的赛车 骗了 以为这只马 跑四班 没有料到跑到第九 事实上 因为这只马 再出他 真的随时变身 都不出奇 因为这只马 本身已经操好了 他在季初的时候 这只马 已经很积极 是说做操练的了 做足操练才是说 跑上一场的 那 还试试试 当时试试试 他也是跑第一的 不差的 很轻松 就是说 一放到底回来的了 这只马 基本上上场 他都是操足才出去跑的 但是无奈地真的 上场是因为他抢不到 才是说输的 那 未来再出呢 其实 希威心 都亲自为这只马 做足操练才是出来的 希威心 根本上 很勤力的骑士 所有东西都是说 亲自做的了 你会见到 希威心 都是说亲自操练这只马 未来再帮他跑的 那 见到希威心 这么积极操这只马 我觉得 未来的一场马 这只马 真的有希望 有机会 尽管排着狗档 劣档都好 我觉得这只马 也不要小看他 真的 随时真的下班 就保重了 因为这只马 其实他的跑法弹性 他无论是流后 或是领前跑都可以 你刚刚见到 他那副事实 就是摆前走 一放到底 跑得很轻松 摆头走的跑法 很适合他 是吧 但是其实流后 也适合他的 因为之前在5月30号 一只马平住69分 排着劣档 跑沙田草 1200米 在13米 都能够到上 跑到第二 即是说这只马 流后跑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只马 是流后走 或摆头走 都一样可以的马 今次 尽管排着狗档 他都可以照样 流后跑 不过流后 摆前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练马师 和骑士 他们可以决定 他们都会看回形势 来决定 这些基本上 练马师 和骑士 会做足功课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需要太担心 反而就是说 要知道这只马 是一只跑法弹性的马 就可以了 知道他跑法弹性 九档 其实是说影响 不是太倒距 所以我觉得 今次这只马 尽管排着狗档 都好 都可以是说 继续来试它 那么 今场马 他还要是说 特意改了配备 大家可以留意 这只马 的配备 其实他是说 特意拆了H 和拆了P 就是说 拆了头罩 拆了防沙眼罩 只是绑利 只是绑利 那有什么作用呢 拆了配备 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看看 这只马 跑得好的时候 的配备是什么 这只马 之前不是说 试过在三班 屏住69分 排列档 跑过第二回来的 你看看 这一次 这只马 是带什么配备的 正正就是 带着TT 对不对 就是说 只是绑利 和今次 是一模一样的 今次是特意 换回之前 跑得好的配备上去的 所以你说这只马 今次有没有了 随时举真是 一落斑 今次 改配备 操作出来 就和你搏这一局 所以我觉得 这只佐治勇区 今次可以是说 搏懒来试一试 略当换陪率 搏懒来试一试 所以我们第一只 会选到马匹 选一号的佐治勇区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说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第二只会选到的 就想选择这只7号的多多配合 那为什么今次要选一只马匹呢 我们先来看多多配合的赛籍 那这只多多配合 其实呢 他上季还在跑第十这样的名次 对吧 但是呢 去到今季呢 他已经是说 跑得好了 那就跑第六回来的了 那见到他今季 其实都叫做有进步的 那还要再加上 大家看看这只多多配合 其实上场怎么跑 其实他上场这个第六 都叫做 输得挺不底下的 其实我觉得他 应该是说 能够跑得更好的 那多多配合 就是这里的 紫三红帽 那7号马匹 就是他了 那头段时间呢 这只马匹也是说 走着个二碟来跑的了 那去到转弯 入直路的时候呢 那才是重点 那大家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那其实这只多多配合 去到最后五百多米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就是说 被马转了 搞到看空不到的情况 出现了 是吧 看到了大家 这只多多配合 根本上现在就被 两只马夹着 前面一只马挡住 他那条跑线 搞到看空不到 是吧 三百多米都看空不到 那骑士呢 还未开始是说 发动力骑到他 那 到最后 搞到呢 只能够 跑过 差略一点点的名次 跑过第六名 所以这只马呢 其实是这样才输的 但是到最后 你会看到 他那几步是有势的 是吧 只要这只马 没有阻止他 他真的可以 发力来到他 骑的时候 这只马是有势的 是吧 涌回前 这样跑回第六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只多多配合呢 最近的表现是说 不差的 纯粹就是说 塞塞地车 被马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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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 上将 发挥得不是太好 那 还要再加上上场 他说 对着强组 大家可以看分他对着哪些马 上场 他这个第六 其实就是说 输给魅力之鱼 标志科学 行运旅程 超越名区 和得力保区 这些马 我相信大家都经常听的 知道他都是一些 跑沙田短途 跑千二米 这些小小的马 好像魅力之鱼 魅力之鱼 魅力之鱼 这一匹马 其实他今场赢完 之后再出 都一样是说 能够赢得到的 是吧 这只马 其实也是一只 相当厉害的新马 之后你再数 去到幸运旅程 这些马也是 幸运旅程 这一只马 其实今场就输了 跑第三 但是之后再出 他都保重的 标志科学 晋着士 这些马也是 再出能够跑近 跑到头三名 所以我觉得 这些组马 绝对不差的 多多配合 今场有一个这样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 他算是可以的 来到这一场马 再出 对分主一组 比较弱一点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 他在来到这一场 如果他不再 塞车的话 其实有机会 是说 爆到出来 跑到头三名 也不奇怪的 所以这些冷马 我觉得都是可以 选择他 来对他拼一拼 所以我们第二种 会选到的马匹 是选择7号的 多多配合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种 会选择到的马匹 就来对他 说回我们第三种 会选择的马匹 第三种 会选到的 就是想选择 为什么今次会选择 最风云呢 因为这只马 最近的两场 你都看到他跑第九 第十一 其实不算是太好 成绩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他 原因就是 看到这只马 今次缩回去跑 他今次不再跑千四 就是缩回去 跑千二 我觉得跑千二 其实就是更加适合 这只马 因为其实见到这只马 上场争了情 之后跑千四 他其实是说 没断乏力的 第一个原因 导致他乏力 就是因为 他排了十四档 其实你见到 他排十四档 抢出来都比较辛苦的 头段时间 头那几十米 他都是被人顶的 顶了外跌 要是说 头段再加速 才是说 摆到钱来 对他走的 所以你会见到 其实十四档 抢出来都是辛苦的 所以当然就是说 十四档 会影响到他 最后乏力 其次就是 我觉得这只马 他跑得太长了 这只马 其实千四米 不是说那么适合他 千四米比较长 搞到他乏力 就是说 跑过第九 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上场 是说有原因的 今次缩回程 看到他 缩回到千二 我觉得就适合了 因为始终这只马 初出赢的 那场都是赢千二米 要见到 丁冠浩 最近密密 跟他做操练的 这只马 今次 他跑完之后 丁冠浩 是说密密 跟他做操练 还要试货杂 先出来 这货杂 其实见到 这只最风云的表现 不差 跑到第二 成绩很好 我觉得这只马 最近也算是有状态 所以今次就是说 想拼回他 看看他跑到千二 能不能够 跑回 他一开始 初出的水准 因为他一开始初出跑出来的水准 其实这只马 看起来真的是超班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可以是说 继续留意他 看看今次缩程行不行 丁冠浩 都打完王牌 所以我们第三只会选到 马匹 选到二号的最风云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三匹马 之后 就来说我们的投注策略 这次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及位置Q的彩池 用回这个彩池去买回 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三匹马 来试一试就可以了 买回铁三角护穿他们 对了 今次就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不妨试一试这三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的 我们祝大家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